字幕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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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各位观众 我们终于要来拍 依偎依旧没有拍的户外Vlog生活系列 那我们今天天气非常好 因为这阵子都非常冷嘛 你看今天天气又没有云 然后又那么的温暖 温度又这么不错 这么适合 然后我把车开来这个公园 那看到车各位就知道 去年我生日的时候 买了人生第一台车 送给自己当礼物嘛 買車到現在已經將近半年多的時間了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來拍 我買載車的半年的心得想法 自從我上次發那部買車的影片之後 非常多觀眾有問我買車的問題 也有人直接去問那間店的老闆 那我再次強調 這間車行的老闆是絕對非常nice的 你買車他都會完全的負責到底 你有任何狀況你找他他絕對不會跑掉 不管是各種狀況或是說保養維修 我都一樣找這個老闆處理 所以如果各位想買車 不管新車或二手車 歡迎找這間星寶車行 在台中底下有地址 首先外觀部分 基本上一樣是白色 當初就買白色 那這台車呢 他整體的樣子我都非常喜歡 非常的不錯 基本上這台車外觀我非常滿意 畢竟他是Coupe的 雙門的 雙門的那個流線體對來說 真的非常銷魂 買車不買Coupe 那個是怎麼講 買車要買Coupe 坐駕才有小寶貝 尤其他屁股這個地方 非常銷魂 他這個地方就是有那種流線體 你看的就是那種 下面會撕一片 你知道嗎 再來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 我其實後面有裝一個小尾翼 小擾流板 但是因為呢 他後面是黑色的嘛 然後你配上白色車體 看久會蠻像涼筋看起來的眉毛 所以我有一次拿去洗車保養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拆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有一種感覺啊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後面好像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但我覺得拔掉我比較喜歡這樣 但是說真的 我個人覺得拔掉我一直以後 從這個角度看 其實蠻像特斯拉的 因為特斯拉這邊也是白白的 然後這邊有點屁股翹起來嘛 嘿嘿 不愛 這台賓士還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點 就是他的倒車椅啊 你看你往後看的時候他會打開 打開一個好處就是呢 他那個鏡頭不會因為說擺在外面 下雨天啊模糊幹嘛的 他就會關起來 非常特別啊 基本上外觀大概就是這樣 但我個人 目前最想要再跟動他的地方就是 白色的車子是最好賣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把它改顏色 但是改顏色呢 有點想要改一些比較特別的顏色 因為我不喜歡跟別人一樣嘛 所以如果有廠商想要贊助的 或是供商的好不好 底下這個email啦 歡迎讓我車子改色一下 非常感謝感謝乾爹廠商啊 關於車子外觀的最後 還是要來強烈建議 因為我在車有鍍膜過 鍍膜過的車真的非常好洗 你高壓水箱沖一沖 然後一些清潔劑弄一弄 就非常乾淨 這間呢就是 成岩鍍膜也在台中 我每次去洗車 都完全沒有那種壓力感 就去那邊跟老闆聊天幹嘛的 他們過年最近真的是 客人超級多 連我自己要洗車都沒有位置 有想可知他們的專業技術 跟他們服務客人態度是真的非常頂 好不好 底下是他們的地址啊 跟聯絡方式 絕對要找成岩專業鍍膜 這個老闆 Ivan老闆絕對會非常棒的 OK那剛才介紹外觀之後 現在要介紹裡面 內部空間跟他的內裝 坐進來 因為我身高183 比較高偏高 所以說我坐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我頭已經快頂到了 那我調最低 基本上還是有點空間 那我整體坐起來呢 算蠻寬的 因為Coupé他就是雙門車型 他等於就是 一般的轎車的空間 只有兩個人坐 所以你看我可以拉到很後面 我的腳的地方 基本上完全就是很大的位置 比很多車算很大的 再來這個中控還是中島 啊隨便啦 反正他這個中控的地方 有沒有沒有很大 也沒有打檔的桿 因為賓士他的打檔是在這邊 所以說你這邊沒有打檔的話 代表你可以幹嘛 對不對 是不是比較方便一點 就是可以這樣 對不對 你懂了齁 我個人是真的真的非常喜歡 賓士他內裝的氣氛燈啦 因為現在是比較亮啦 所以說你拍不太到 那因為剛才早上燈光太亮 沒辦法看這氣氛燈 所以用到晚上 他RGB各種顏色都可以換 然後這氣氛燈是真的非常有感覺啦 相比另外其他車的 賓士做得非常好 像他旁邊有裝兩顆波音之音 也是非常棒 文波哥那種重地給我一提 蠻重的 所以他這台車的內裝 我是真的蠻喜歡的啦 喇叭音響 柏林音響這些都非常有感覺 整體坐起來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重點是 如果你之前都是開不同的車 你突然開冰士 你還是要習慣一下這個打檔感啊 有些人他會直接以為這雨霜就可以扛上去了 再來中間這個旋鈕是真的非常爽 你看他這個阻尼感 至於後座部分 我只能說 比我想像中的大很多 之前我載過我媽載過我爸 我爸也快180吧 之前坐後面也是有點小卡而已啦 但是你如果坐一般的人 坐兩個也是非常沒問題的 尤其是女生 還是比較建議載妹子啦 載妹子你也比較舒服啦 你應該也不會載男的載後面啦 幹嘛 拍完啊我們去吃飯啊 好拜拜 拜拜 那我們現在就先開上路 給大家看一下這台車是什麼感覺 目前我是開confor模式 confor模式就是 它是舒適模式 就是一般模式這樣 它就是開的比較平穩啦 就是一般你休閒模式嘛 你打BOSS會有什麼困難度啊什麼的 現在就是一般模式 所以它開起來我個人的感覺是蠻穩的 蠻舒服的 不會說各種盾啊 盾挫感也不會有 就很順就對了 那現在有關我大事殺小啦 那Zico我這個人開車 基本上開帥不開快啦 我不開什麼快車 就是我不會在那邊耍帥 各種亂配幹嘛的 那它後面的引擎聲就蠻大聲的 你現在開confor模式 那它往上還有什麼sport模式 還有sport加 再來就是這台車它是無邊框的 你們看它是無邊框的 所以這種車它的隔音相對那種有框的車 本來就會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啦 就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你上高速公路呢 都一樣吵 那我剛才是用confor舒適模式拍 那我接下來呢 我們換成sport模式 這裡有一個sport加 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 它直接變紅色的 那這個呢 就是爽爽模式 這是我個人取的啦 爽爽模式 因為呢 它在耗油量會變很大 然後車子的聲音會變很大 它就有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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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的那種感覺 很明顯啦 你做應該有那感覺吧 你有感覺到它差別 對啊 非常明顯 它就有那個 它那個油門會變得很敏感 然後你如果你在搭配它這個 換擋撥片 它這邊可以換 它等一下降擋 你就會發現這台車怎麼那麼大聲 配合它這換擋撥片它降擋 有沒有 對它就會拉轉 它就會變得拉轉聲 那我是覺得這個拉轉是真的是有點偏草啦 有些人喜歡駕駛樂趣的 這台車就是真的可以 你平常代步 那如果說你結婚生小孩 你的小朋友一定 一開始不會長那麼大隻嘛 一定都是小小baby這樣 那小baby它放後面也是會有那種 嬰兒座椅 那些 安全氣墊啊 座椅幹嘛的 這台車它就是 能聞能武啦 我只能說這種車就是能聞能武這樣子 那這個ECO模式呢 就是省油模式 但我真的覺得 省不到什麼油 然後 車子又跑得非常沒有力 現在時間已經來到傍晚的5點多了 是下班通行時間 那現在車非常多 所以 我們兩個應該現在要去吃飯吧 對 沒錯 對 我們應該就先去吃飯 那等一下 吃一個爽爽 對 吃爽一下 畢竟我們拍整個下午 又先把車拿去洗 那我們就先去吃東西 靠北 結果 我跟我家助理 我們要去吃清醒哲 找到這個地方 靠腰 那我們幹嘛 剛才在那個公園 要受盡那麼多噪音的困擾 靠北 為什麼又有戰鬥機 頂樓 然後又那麼空 又完全沒有什麼噪音 早上我們來這邊了對不對 還有夕陽 是怎樣 哇 早上我們來這邊拍了 好啦 那 反正我覺得人生第一台車 買要載車 真的算是非常不錯 就是也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那老闆也都會非常負責 還是聊話一句啦 如果真的要買車的話 一定要去找 星寶車行在台中 那鍍膜 關於鍍膜方面的話 就是要找 陳彥 都非常棒 老闆都非常棒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私訊我 或是說 你想要直接去找車行老闆的話 也歡迎直接去覓他 IG跟地址都在底下 只要你報我的名字 那都會有一些折扣優惠之類的 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各位 喜歡看我拍各種生活Vlog的話 絕對要幫影片按讚到爆啦 你們按越多之後 我就會出更多 關於生活類的Vlog之類的 不然整天打2K 整天打遊戲也是會膩的嘛 對不對 好 掰掰 啪 啪 保持